救護車禍報有人被刀刺傷 急急趕到現場 只見一名男子躺在單架上 從酒店裡面被救護人員推出來 他滿身是血 傷勢嚴重 趕緊送一搶救 同時 警方在酒店內逮到嫌犯 是不是 我跟你講 現在我依法要跟你逮捕 穿著襯衫和西裝外套 這名男子就是拿刀刺傷人的胸弦 也當場被警方上銬帶回 事發在清晨5點多 台北市長春路上的酒店 大批員警進進出出到酒店內採證 這裡先前就發生過好幾次傷人事件 而這回有酒客被殺害 原因竟然是因為夫妻糾紛 其實這名死者一開始也不知道 自己的老婆居然也在酒店裡面消費 經過的時候不小心看到 和包廂內的人起衝突 沒想到卻引來殺生之禍 當時26歲的李姓男子和兩名朋友 來這邊開包廂喝酒 卻看見自己的成性妻子 就在隔壁包廂旁邊還有別的男人 一氣之下拿出辣椒水朝包廂內噴灑 在場的無姓男子和王姓友人 立刻追了出來 用遇藏的折叠刀刺傷對方 導致李姓男子的頭部 手腳多處受傷 胸口更是被刺了一刀 送一不治 無姓男子和王姓友人 都比殺人罪移送 還要釐清到底是誰動手刺傷人 而死者萬萬沒想到 來酒店玩 居然巧遇自己的太太 還被殺害 TVBS宣傳管理 盧洪昌管理 泰寶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